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知道新的很多代表作都是靠翻唱外国的歌曲活起来的 面对新的质疑 乐评人和嘉宾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乐评中的郝磊说 其晚我们还有音乐 还在玩音乐 毫无说服力 为了回答而回答 接着刚又说 这个节目的宗旨是不同圈层的喜欢音乐的人聚到一起 把音乐这件事发扬光大 跟没说一样 哪个节目不是把不同圈层的歌手聚到一起 哪个节目不信誓旦旦的说是为了推广音乐而举办节目 相较郝磊和盖的回应呢 我认为周深的回应才是高情商的体现 他说 原创是有门槛的 无论是创作还是听都有门槛 现在呢 歌手需要一个舞台太难了 作音宗太难了 一个好的翻唱可以拉到更多的人主动来听音乐 这是这个节目的意义所在 周深的话呢 正面回应了信的质疑 不是节目不想做原创 而是原创是门槛的 乐团优秀的原创歌手用手指都能够数得过来 不可能把他们全部都邀请来参加节目吧 既然不能呢 那就只能靠着翻唱 如果翻唱好了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同时呢 周深还不忘站在节目的立场说话 称啊 作音宗太难了 每个音宗呢都来之不易 作音宗难不难 我们普通人不了解 反正肯定是赚钱的事 不过周深这样的回答既直面回应了信的质疑 也为节目组说了话 可谓是一举两得 第二期节目结束后呢 天字的声音导演在微博发文 表达了对周深的感谢 称作音宗无论多难呢 都会一直坚持下去 得到导演的肯定 不得不说啊 周深的表现确实很到位 仔细想想呢 周深能从当年的好声音 全国六十四强上升到今天的高度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得不说 他的情商确实太高了 感谢观看 周深的感谢观看 都是未经过的音乐 也不是不得不论的 相互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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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听见的